课文二,这一节课,我们开始学习课文三 我们在学习课文三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三张图片 我们看第一个,这是什么呀 历史 这是什么呀 这是历史,对不对 历史的照片 好,我们再来看 这个呢 它在做什么 但是个子,对不对 它的个子,它说 它在sport,它可能在说 我长高了,对不对 妈妈,我长高了 很矮 有点矮,它是一个小孩 对,是一个小孩 好,我们说,说别人矮 不说很矮,说它有点矮 对不对,有点矮 好,我们再来看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呀 体育 好,我们来看看这些球 这是什么球 篮球 我说这是篮球 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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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 足球 这个是什么球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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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给它叫 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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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叫它 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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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篮球 篮球 我们叫它羽毛球 羽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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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看一看啊 我认识什么球啊 有的我不认识 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高尔夫 这个很简单啊 高尔夫 我们也叫它高尔夫 高尔夫 高尔夫 什么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叫它高尔夫 打篮球 踢足球 我们说它是什么 球对不对 打篮球 打篮球 球 means ball ball 球 什么球 对 我们这是高尔夫 我们也可以说它 这个 这个小小的 这个球 这个ball 是高尔夫球 它是高尔夫球 我们说这是高尔夫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 这个 这个黄色的是什么球 这个黄色的是什么球 Rugby ball Rugby ball 我们叫它网球 这个我们叫网球 网球 这个是什么球啊 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是什么球 我不知道 Best ball Lafshid Chinese people used to play with head I don't know this name You don't understand what 什么呀 Play with what Tennis people say They used to play with head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but I don't know it's name 打是吗 我们经常说打 打打 球对不对 打篮球 打篮球 踢足球 但是它是 它不只是hit 我们说打人的时候 打人的时候 我们说hit 对不对 但是呢 它是打球的话 它就是play play 我们还可以打电脑游戏 也是play 你不要老记 总是记得打 是hit的意思 它也有play的意思 你感觉很有意思 它也有play的意思 打球 打电脑游戏 等等 好 这些球 也许你会记得 好 下面我们来看 课文3里面 我们有很多生词 第一个生词 怎么读 我们学过 对不对 怎么读 方便 方便 很好 什么是方便呢 我们已经 已经学过了 对不对 方便 方便 好 现在同学们 我有一个问题 在学校的同学 同学们 在学校的同学 我们学校里面的 做费机很方便 对 做费机很方便 我们学校里面的商店 都开门了吗 他们都open open for you 没有吗 学校里的商店 还没有 没有 那你们每天 每天怎么吃饭呀 你们吃什么 自己做饭 你们去哪儿买菜呀 有卖菜的地方吗 买菜 vegetables 有 有卖 我每天 每天自己做饭 去买菜 可以出学校了吗 可以出去了吗 现在可以出学校了吗 可以了吗 可以了 所以有 担心我们 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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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里面 你能买到菜吗 在哪买菜呀 学校里有 我们要有商店 有商店 卖菜给你们 是不是 卖菜给你们 那还好 那还挺方便的 对不对 那还挺方便的 但是很多 很多商店都没有开门 是不是 我觉得会有点不方便 我一直很担心你们 我担心你们吃什么 我在担心你们吃什么 你们有 有买菜的地方 就很好了 我就不担心了 有吃的地方 有吃 那你们天天会在宿舍里面就可以了 by cycle 今天骑自行车 好 这是我们的方便 你可以说 学校里面 譬如 学校里面的生活 学校里面有很多商店 还是很方便的 我们说 还有一个 你们宿舍有电梯吗 什么是电梯 电梯是什么 电梯是什么 有电梯吗 我们说有电梯会怎么样 有电梯会很方便 it will be very clear 很方便 会很方便 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宿舍没有电梯 没有电梯 不太方便 不太方便 not very clear 不太方便 没有电梯 有电梯很方便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这个词怎么读 自行车 自行车 好 跟我读一读 自行车 自行车 好 再读一次 自行车 自行车 什么是自行车呀 by cycle 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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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喜欢骑自行车吗 同学们 刚才看这个 我喜欢骑自行车 它的mail word是什么呀 一辆 我们说量 是自行车的mail word 我们说这个量 它是一个mail word 专门是 some vehicle mail word 我有 一辆 自行车 非常好 你们每天都骑自行车吗 同学们 每天都骑吗 每天都骑自行车吗 every day 每天 什么是骑 没有老师 没有 没有 没有每天都骑 你看这个词 这个词读一读 骑 什么是骑呢 骑 我们可以骑什么呀 可以骑自行车 对不对 骑自行车 它可以骑什么呀 骑摩托车 好啊 还可以骑摩托车 有的人喜欢骑摩托车 摩托车很快 对不对 还可以骑什么呀 中国人骑的最多的是什么呀 我们骑的是电动车 电动车 电 电 means electric 电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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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骑电动车 你还可以骑什么呀 还可以骑马 对不对 还可以骑马 什么是骑马呀 马是吧 horse horse very good 我们可以骑马 你骑过马吗 你骑过马也很好 就是这个 你骑过马吗 你骑过马吗 骑马很有意思 对不对 我们知道可以骑什么 可以骑什么 自行车 什么 什么 老师 how to say 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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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也可以 of course 可以 可以 老师 老师 我们会说 做骑马 或 骑马 我来说 骑马 你说的是什么 做骑马 or only 只有骑马 只有骑马 没有做 骑马 你会骑马吗 我会骑马 I can read the horse 这是骑 我们再来看 第四个 这个词怎么读 跟我读一读 旧 再度一次 旧 什么是旧 旧 old used or used 我们可以怎么说 很好 我们有新衣服 我们有新衣服 新衣服是什么呀 旧 我们有新手机 我们有新手机 当然我们还有旧手机 对不对 新车 新自行车 非常好 新自行车 旧自行车 你说 怎么了 你喜欢新衣服 还是旧衣服 我当然喜欢新衣服 你说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 新教室 旧教室 新教室 旧教室 旧教室 也可以说 可以说 但是我们不说 我们说的不多 知道吗 说的不多 我们就说 这是一个新教室 我们还在那个老教室 老教室常课 旧教室 也可以 新房子 旧房子 旧房子 也可以 因为我们之前还学了一个什么 老 对不对 老也是old 老也是old 新房子 老房子 新房子 旧房子 但是老房子和旧房子不太一样 老房子和旧房子 old apartment house yeah and have a long history right have a long history but旧房子 旧房子我们就说它 房子不好看了 also have a long time 但是呢 不太好看 不好看 你知道吗 not beautiful 不漂亮 但是我们有的老房子呢 也很漂亮 老房子 just have a long history but 有的很好看 有的很好看 但是旧房子 我们在说旧的时候 we have you know we have some feeling we don't we don't like it 我们不太喜欢它 我们不太喜欢它 我们会说它是旧 旧房子 旧衣服 旧衣服 我们在说旧的时候 不太喜欢 你说 我要一个旧 honey 怎么说 莫西 你的问题是什么 what you want to you say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love and旧 我刚刚就在说 我刚才就在说 老和旧 他们的difference 我们在说老的时候 it just have a long time 对不对 you have a long history 但是呢 我们在说旧的时候 first 它有很长时间了 有很长时间了 second we have a feeling 我不太喜欢它 我们会说旧 不太喜欢 知道吗 我不喜欢 we don't like it 我们会说它旧 first 它有一个 有一个很长的时间 second 我们不喜欢 我们有可能会用旧 like 旧衣服 我不喜欢这个旧衣服 我喜欢新衣服 我不太喜欢旧自行车 舒服 我喜欢新自行车 好 但是呢 旧衣服 我们只能用旧衣服 我们不能用老衣服 要知道 不能用老衣服 只能用旧衣服 旧自行车 像这些 这些 你需要记住 就remember it you need to remember 旧衣服 旧自行车 好 上一次 我已经告诉大家 老怎么用 我们用老人 对不对 老人 老朋友 老房子 但是你不能说旧 你不能说 旧 旧朋友 有的人也说旧朋友 有的人也说 有点 这个有点难 有点难 你要去记 你要去remember remember 看看中国人怎么用 看看中国人怎么用 好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词 这个词怎么读 one one 好 多多读一读 换 换 再多一次 换 什么时候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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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 可以怎么用呢 可以怎么用呢 我要换 我的旧手机 很好啊 你可以怎么说呀 你说我的手机 太旧了 对不对 太旧了 我想 换 一个 新的 对不对 我想换 一个 新的 新的 我想换 一个新的 还可以怎么说呀 换 换 也可以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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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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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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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国家的钱 你们国家的钱来中国 你要换成什么呀 换成人民币 对不对 换成中国的钱 我们说还可以换钱 换钱 他可以换什么 换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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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 你买了一个衣服 买了一件新衣服 太小了 太小了 我想换一个大的 太大 太大 老师 你换 换了 你要换 我不这么说 写字写错 我们不用这个换 我们不用换 我们用改 经文老师 改 改 你说 怎么了 经文老师 这是 one is 变化 and one is fun what 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so the meaning is same to change of course 他们有 他们有 different 我们说变化 变化 是 for natural I think that's all 变化 它是 change 对不对 它是 something something helps some change 我们可以说 这个城市 老师 this city that already hasn't 王浩天听我说 这个city 它有变化 城市可以有变化 我们的人呢 也可以有变化 我们说这是 城市或者是人 some thing的变化 somebody的变化 但是我们的换呢 换 means 你去change somebody 我们说是 somebody somebody去change somebody 就是我 我想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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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我有一个 jude 我有一个 jude 我想换一个 心 我想换 这时候我们用换 这个时候我们用换 你知道了吗 清楚了吗 墨西 清楚了吗 yeah 老师 谢谢老师 他们都是 英语都是change 但是不一样 很不一样 好 这个换是你去换 你去换 somebody去换 但是呢 变化是 somebody的变化 他们有变化 some thing有变化 他们自己变化 himself themself 但是换呢 one thing to change the other thing 不一样 好 这是我们课文三的 五个生词 同学们 我们再来读一读 第一个 跟我读一读 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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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读一次 方便 方便 第二个词 自行车 自行车 ok 自行车 自行车 好 第三个 骑 骑 好 next one c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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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后一个 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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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住了吗 换 我们看一看 这个怎么读 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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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方便 什么是方便呢 第二个 这个怎么读 自行车 很好 自行车 什么是自行车呀 自行车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这个这么读 骑 很好 骑 什么是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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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四个 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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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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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换呢 换 换 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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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好 骑 我觉得你们都学会了 好 下面我们来 做一个练习 我们有 一二三四 五个词 填一填 这些 blank 第一个 先看第一个 这本书 这本书 已经有点 旧了 我想 我想 换 一本 你哪天 你哪天 好 同学们 不说话 自己做 自己做 先把这四个题做了 自己做 不说话 好 先自己做 两分钟 自己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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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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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完了吗 做完了吗 我们看一看 我想听一听你们的答案 好 第一个 第一道题 first question 看一看 谁 高明 高明在吗 好 来 你读一读第一句话 读一读 开始 这本书 老师这个是 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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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什么 哪个呀 旧 有点 旁边 有点什么了 哪个呀 有点旧老师 对 有点旧了 书 我们可以说有点旧了 怎么样呢 我身 我想换 我想换 一本 嗯 很好啊 我想换一本 非常好 高明啊 比如说这本书 已经有点旧了 我想换一本 就旧了 我不喜欢了 对不对 我想换一本新的 非常好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问题啊 第二个问题 谁说一说呢 好 陈思琦 你来说一说 来 来 老师 好 你呢 你呢 天 比 就是 比较 小 比较 比较 天比较 方便 好 比较方便 给我 我们一起吃饭吧 我们一起吃饭吧 非常好 斯琦 我们说 你哪天比较方便 我们有的时候啊 if we want to make an arrangement 你要先问别人 你要先问别人 你哪天比较方便 你哪天有时间 你哪天比较方便 so 我们可以一起吃饭 我们说比较方便 也就是if you have time that day which day you have time 你比较方便 which day you are convenient so 我们可以一起吃饭 我们中国人啊 经常这么问 先问 and then make an arrangement 非常好 你哪天比较方便 then next one 很简单 这三个问题 我看一看啊 一川 你在吗 I hear hello 不在 杨梦杰 你在吗 杨梦杰 也不在 好啊 我们看看谁在的 我让你们说一说 好 李斯文 来 你来读一读第三个 李斯文 我每天早上 这个字怎么读呢 习 习 什么 习 习 习什么 习 习 八九 三十 习 习 习 你 可以骑自行车啊 你不能七八九 七八九是什么 好 骑自行车上学啊 好不错啊 下面第四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 马维远 你来读一读 好老师 好 我昨天晚上还累 八九点就睡觉了 不错啊 我们说我昨天晚上很累 八九点就睡觉了 八九点就睡觉了 我们说这个旧 为什么用旧啊 同学们 旧 我觉得很早 对不对 我觉得八九点很早 所以呢 我用旧啊 非常好 八九点 你八点 我说九点 我说八点半 我忘了 我忘了 I forget it 我们说八九点 我们就选择 八九点 这是一个member 很好 同学们 好的 这四个问题 你们都听懂了吗 还有没有问题啊 听懂了 听懂了 没有 好 有问题 非常好 好 下面 我们来学习课文三 我们先看一看 课文三是谁和谁在聊天啊 同学们 同学 同学和小丽 在哪 在哪啊 他们在休息室 在休息室聊天 在休息室聊天 我们先来听一次录音 听一听他们在聊什么呢 等一会儿 我会有几个问题给你们 课文三 在休息室 等一下啊 声音大一点 你最近比以前来得早多了 搬家了 搬家了 是啊 你不知道 我上个月就搬家了 走路二十分钟就到 那很方便啊 我还打算买辆自行车 骑车七八分钟就能到 你不是有一辆吗 那辆太旧了 要换一辆 很便宜 两三百块钱 声词 方便 自行车 骑 旧 换 好的 同学们 课文我们听完了 你都听懂了吗 听懂了 听懂了老师 都听懂了 听懂了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词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班家 什么是班家呀 班家 我们说是move 你要记得 搬家是什么意思 我们说是move 对不对 move the force 好 听懂了 很好 下面我们来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少年三个月就要搬家了 对不对 对 对 对吗 对 好 我们看一看 对不对呢 同事说 你最近比以前来的早多了 搬家了 我们看一看这句话 什么是最近 你最近还好了吗 对不对 以前呢 什么是以前呢 对不对 最近比以前来的早 来的早 早多了 搬家了 问你 搬家了吗 小丽说 是啊 你不知道 是 你不知道吗 我上个月就搬家了 搬家了 Look here 我们这又有个就 为什么呀 I have already 对对 I have already 就搬家了 我上个月就搬家了 走路呢 二十分钟就到 这又有一个就 这个就 是什么意思 很好 我们说二十分钟 他觉得 二十分钟很短 对不对 I'm very short 我们说 I'm very short 我们这里也可以用 就 对不对 我们觉得 我走得很快 我们的路很短 所以呢 我也可以用就 二十分钟就到 所以我们看这个问题 上个月就搬家了 没有问题 对不对 对了 好 好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看一看 对不对呢 从小离家到公司 走路 只要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 我问你 对呀 对了 对不对呀 对对 二十分钟 好 我们看这里又有一个 从 place A 到place B 我们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 从哪儿到哪儿 走路 走路 怎么去 怎么去 我们走路去 什么是走路啊 走路 只要 只是什么意思 只要二十分钟 没有问题 我们说走路 只要二十分钟就到 十分钟 好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 看一看 这个对不对 小离 有两 有两 自行车 出了 为什么错呀 为什么 他 因为他说 他有一个 一个 旧自行车 他有两个旧自行车 旧自行车 然后 他怎么样啊 他 他 打算 买一 两 新 要换 一个 很好啊 我们说是 他打算 对不对 打算买一辆 新自行车 打算换一辆 我们看一看 同事说 那很方便呀 他说走路 二十分钟就到 很方便 对不对 小离说 我还打算 买辆自行车 骑车 多长时间 看一看 骑车 多长时间 七分 七八分钟 七八分钟 就能到 同事问 你不是 有一辆吗 又有一个 不是吗 你已经 有一辆了 对不对 你不是 有一辆 有一辆吗 小离说什么呢 那辆 那辆 太久了 要换一辆 要换 要换一辆 很便宜 两三百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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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便宜 所以呢 小离有几辆自行车呀 她只有 一辆自行车 对不对 她只有一辆自行车 但是呢 是一辆旧自行车 太旧了 太旧了 所以她想换一辆 要换一辆新的 对不对 这辆新的还很便宜 只要两三百块钱 所以我们看这第三个问题 她说有两辆自行车 不对 对不对 她只有一辆旧自行车 好 这是我们的课文三 同学们 我说完了 你们都听懂了吗 还有没有问题呢 没有 没有问题老师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嗯 OK 没有问题 那么你们会读了吗 Can you read it? Yes 老师 会读了 Yes 谁想读 谁想读 读的 高明 高明 高明想读 苏加特 Yes 老师 苏加特 苏加特在哪 苏加特 苏加特在哪 苏加特在哪 为什么一直有苏加特呢 有人叫苏加特 但是他不在这儿 这是我们的 乙川是吗 苏加特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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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苏加特吗 可能他太累了 好 你们不要说话 不要说话 我问 是苏加特吗 Hello 你在吗 Are you here 为什么不在呢 他一直睡觉 苏加特 苏加特 Hello 你在吗 苏加特老师 他是睡觉 他在睡觉 OK 好 王立祥 来 王立祥 王立祥 你来读一读 小丽 不 你读同事说的话 小丽是一个girl 爱忘却翻证girl 好 陈思琪 你来读一读 小丽说的话 OK 你们两个来读 开始 王立祥 王立祥 你最近 你已经来的 早多了 三下了 是啊 你不知道 我上个月就搬家了 走路 走路二十分钟就到 好 那很方便啊 我还打算买 买梁这次车 骑车 七八分钟就能到 嗯 好 你不是 有一梁吗 嗯 拿梁太久了 要还一梁 很便宜 梁上百块钱 嗯 读得不错啊 你们两个读得都不错 嗯 但是我觉得呢 啊 王立祥啊 王立祥你的mood 啊 你的mood you know 啊 没有陈思琪的好 啊 陈思琪的 他读的啊 mood非常好啊 for example 我就说啊 嗯 我们怎么读呢 你说 它是一个问题 对不对 怎么读呢 我们说搬家了 啊 这么读啊 搬家了啊 你最近来 比以前来的早多了 你搬家了 啊 我们这么读 你的mood要注意一下啊 陈思琪的mood mood很好啊 你们读的都不错 但是呢 王立祥 你可以读的更好 你可以读的更好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王立祥 你读的不错 但是你可以读的更好 啊 好 ok 嗯 好 下课后 还要再读啊 还要多读几次 还要读的快一点啊 你们读的也不错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小丽 小丽 买什么 小丽买一辆新 一辆新 自信车 买一辆新的 自己这很好啊 第二个问题 换自信车 嗯 贵不贵 贵不贵呀 贵不贵 不贵 多少钱 很不贵 不贵 很便宜 多少钱呀 二三百块钱 二三百块钱 要 多少钱呀 要 两 两三百 两三百 两三百块钱 我们也可以两三百 二三百 两三百 都可以说 一二三十 两三十 老师 嗯 但是 小丽 打算买 买 车 车 车 或 小丽 打算 玩车 车 换 有的时候 比如你说 我的手机太旧了 我想换一个新手机 你在换的时候 if you want to 换 I give my old one and buy the no 不是 you will keep your old one and to buy a new one 这个时候我们也用换 我们也用换 知道了吗 you will keep it 好 OK Thank you Welcome 我们也可以说两三百 我刚刚说是二三百 对吧 我们说两三百 两三百也可以 二三百也可以 两三二三都可以 但是我们在说 二三十的时候 我们不能说两三十 I just say 二三十 二三十 这个数字 只能说二三十 我们也可以说两三百 好 太漂亮了 好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 小丽 为什么 比以前 来的 早多了 早多了 为什么呀 因为 因为他已经搬家了 他已经搬家了 因为他搬家了 所以 现在 走路 二十分钟就到 我们说 他搬家了 而且什么呀 他的 从 从 从哪儿啊 从小丽家 对不对 从小丽 小丽家 小丽的新家 然后呢 还有什么 我们用什么呀 从小丽家 到公司 公司 走路 走路怎么样 走路 二十分钟 走路 只要 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 走路 只要 二十 二十分钟 所以 所以 他来的 比以前 早多了 比以前 因为他搬家了 他的新家 很近 新家 离公司 很近 对不对 我们还学了 离 这个句子 你还记得吗 离 新家 离 remember 这是离 新家 离 Yes HSK2 离 很好啊 HSK2 离公司 怎么样啊 很近 对不对 新家 离公司 很近 我们说 Please A 离 Please B 很近 or很远 有点远 不太近 都可以 这么说 你要知道 还要记得这个句子 离 好 这是我们的 课文3 同学们 课文3 我们都学完了 你们都听懂了吗 还有没有问题呢 没有问题 好 我们看一看 在课文3里面 我们又学了最近 又复习了最近 以前 对不对 以前 我们又复习了搬家 搬家 搬家 我们又学了方便 又复习了打算 自行车 骑车 就 换 我还学了七八分钟 两三百块钱 好 你都学会了吗 下课后同学们 再读一读 再读一读 好的 那今天我们 学了课文2 和课文3 不客气 下课后要再复习 好吗 I will send you the powerpoint of lesson 11 11 the preview 第十一课 第十一课 我学了 你说 有没有问题 什么问题 墨西 怎么了 再见 再见 老师 什么 老师 我们可以下课了 我们可以下课了 下课同学们再见 好 墨西你有什么问题 你跟我说 好 老师 再见 墨西 你会探索问题 老师 怎么了 你看一看 还有你们的attendance 谁来了 跟我说一说 少光 少光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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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话 文天朗来了 书家特 墨西 请记录我的考勤 有点难 你就说我来了 就可以了 老师 你说我来了 就可以了 那个谁啊 墨西 史加特 杨娜呢 史加特有难 请不吝点赞 词 谢谢观看 观看